开发商是怎样利用开盘割韭菜的 这可能是全网最真实的揭秘 这是2016年一次开盘的场景 现场有3万多人 气氛狂热光饱寒就接近400名 人们跑步选房甚至踩掉了高跟鞋 哪怕是最理智的人也在此时此刻变得疯狂 因为你只要稍稍犹豫可能就抢得到房子了 此时此刻看着丧失理智的人群 开发商小了 开盘这个割韭菜的超级收割机 已经挥舞起了巨大的镰刀 开发商是如何做到让人们疯狂的呢 让我以上帝视角 但你领略开发商暴力割韭菜的艺术 开盘的套路从你没进门就开始了 首先开盘场地一定要豪华 人少去五星级酒店或者收楼处 人多就大型体育场 喜来登万豪希尔顿奥提中心 核心体现一个字有钱 韭菜们大多数是穷人 家庭普通很少出入五星级酒店 就是要用这种奢华的气势镇住韭菜们 让韭菜们还没进门就先吃一个下马威 套路深一点的开发商 还会在门外放紧开豪车 趴加迪兵力保时捷911 这就和做生意一样 开豪车往往生意好谈 奢华会让韭菜们丧失自信 过分点了还会放紧张救护车 暗示你即将发生的事情会很紧张自己 这一招叫做虚张绅士 韭菜们走进了开盘现场 激昂的音乐瞬间响起 让韭菜感觉像走进了东京奥运会 但韭菜们不会想到 就连音乐这小小的细节 都是为了割韭菜而精心定制的 开发商常常会播放慷慨激昂的音乐 比如下面这首 目的很简单 让韭菜们心跳加速 血压瞬间拉至最高 紧张感迅速上升 这样的韭菜更容易为冲动买单 除了音乐 现场的氛围一定要红红红火 气势十足 全场大红大组如同过年 这样能刺激韭菜们的多巴胺分泌 让韭菜更容易上头 大屏幕上来回播放着企业宣传片 全球卓越幸福实力这样的字眼 一分钟能出现好几十次 闪瞎韭菜们的眼睛 就是为了告诉你 开发商是多么的有钱 多么的牛逼 四周都会用烹饪布写满大字 提醒韭菜们 今天买房一生幸福 今天不买错失一生 目的就是要坚定韭菜们的信心 今天买 你就是韭菜中的人生赢家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摇号环节 开发商很早就摸清楚了 今天到底能来多少韭菜 所以房子永远比韭菜的人数多 一千根韭菜抢八百条房 那是长事 目的就是为了要营造 抢房的紧张气氛 你觉得摇号是没有猫腻的吗 大错特错 现在很多楼盘开盘 都是电子摇号 摇号的顺序 很多也是提前设置好的 简单来说 就是按照韭菜的经济实力排序 关系户和一次性的优先选择 有钱有失的爸爸可怠慢不得 然后按照七成六成 五成四成三成 按照实力拍拍座 没钱的韭菜 只能在座位上抓干挠心 看着别人先进去选房 就是这么现实 韭菜们好不容易摇到号了 立马跑步进入了选房区 选房区有专人来接应韭菜 一般是销售经验丰富的职业顾问 职业顾问会火急火燎的 拽着韭菜到价格表前 用娴熟的说辞 逼定韭菜买房 鸡贼的开发商为了火上添油 后面还有拿着大喇叭的专人 大声催促的韭菜 抓紧选房 您的选房时间还有30秒 更牛逼的还会现场敲锣打鼓 时不时的用大锣 哐当哐当敲几下 干扰韭菜的心智 在这种症状下 很多韭菜瞬间变成懵逼状态 大脑一片空白 任人支配 原本想要小户型 莫名其妙选了大户型 原本想要便宜的 结果买了贵的 原本想要个中间楼层 莫名其妙选择了底层 哎 这韭菜当的 一点尊严都没有 韭菜们稀里糊涂买完了房子 就要签协议订房了 开发商为了避免韭菜们回过神来 算价反悔 或者和别的韭菜互相交流 不买了 又会准备一帮工作人员在现场 等你选完房 这些工作人员会火速拽着你到签约处 签订定金协议 并且现场盯着韭菜刷卡缴纳定金 一切办妥之后 你已经是瓮中之憋了 工作人员将你送到门口 白白了您呢 您想再回头看看 没门 粗壮的保安哥哥会牢牢把守着出口 让时光无法倒流 这可能是你从买房到住进去这段时间 看见过最强壮最年轻的保安了 以上就是韭菜参加开盘 被连根拔起的全过程 拿着六个钱包 被人狠狠地割了一回 想想未来三十年的贷款 有点想哭 又想想自己至少有个家了 又有点想笑 这种被割的感觉 既快乐又有点心酸 唉 这可能是韭菜的宿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